男子背着背包走进彩券行 一开口就说要买65万的运动彩券 老恋的和女店员在柜台有说有笑 店家以为遇到大户 帮忙下注完却是噩梦一场 因为他事后不但没回来给钱 下注的金额没办法退 通通得自己吞 男子当下表示要下注运彩店员帮忙踢下注 但比赛马上开始也因此无法取消 场中投注你是不能作废的 你买下去按下去 他会跟你讲说你确定要买吗 确定按下去的时候你是没办法作废 店家自己要负担 就是比如说谁按那个要负担 检警调查陈姓男子不是第一次去当事彩券行消费 案发当天他声称要回家拿钱就此音讯全无 女店员事后报警提告 更发现2016年2017年间 陈姓嫌犯在双北地区 以相同话数连续诈骗 一个SOP就是说 如果10万以上的那个客人 我们都会当场就是跟客人说 你现金先给我 先帮你用鼠钞机帮你点收一下 以防就是下完的时候 他没办法付钱 类似手法层出不穷 同行也都互相提醒要注意 免得辛苦赚钱 讨不回还得自己赔 只能说没钱就该老实点 欢迎喜欢何孟哲 陈婷如太保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